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到来 新朋友 他们是天津微白文化公司 副总经理肖凡 肖凡 微白文化副总经理 微白文化旗下 片部照相馆 致力于为各企业 打造企业形象照 团对照 旗下不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专做直播带货 拥有自营的家居家坊类 供应链工厂 天津大风文化公司 总经理张大风 欢迎您 张大风 大风文化总经理 天津大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主要专注连锁品牌 广告装饰 形象建设 及展览展示 是天津实体广告行业的 标杆企业之一 旗下还有春秋书画品牌 主要定位为 老百姓希赖的书画经济机构 传承诸华有求文化 同样我们今天要来认识 一位新的专家 那就是我们的生涯规划导师 戴嘉敏 戴老师 欢迎您 另外我们的企业家 陈小波先生 今天也化身为 人力资源专家 来到了我们的专家席 话不多说 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 第一位求职者 闪亮登场 郭金涛 31岁 河南人 南昌理工 广告摄影专业 本科学 主持人好 各位现场老师 以及现场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郭金涛 郭末若的郭 金过的金 波涛的涛 我大学是学 广告摄影专业的 那么从15年毕业 到现在呢 一直从事的 是跟这个摄影 视频拍摄相关的工作 之前呢 也拍过一些 一线的明星 你拍过我吗 今天可以拍到 你要没拍过我 你就不要讲 你拍过一线的 今天呢 来到咱们 菲尼摩鼠的舞台 就是想找一份 摄影师的工作 那么偏短视频方向的 希望在这里呢 能够得到一个机会 好 谢谢 欢迎你 小郭 来 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你这个金涛怎么理解 爸妈希望你从今以后 人生不要过上平凡的生活 希望你每一天都经历波涛 经历风雨是吗 大概这个意思吧 名字呢 是我舅舅给我起的 你们家是这样的传统吗 对 我这个名字全是我舅舅取的 舅舅把他一些对你的期望啊 写到你的名字上了 对 我弟弟 我表弟 里面名字都有一个精字 这都是我舅舅取的 我这个名字跟我舅舅也有关系 因为娘亲旧大嘛 是吧 然后我母亲姓殷 所以我就叫萧殷 我的名字也是我舅舅取的 这咋了 这咋了 不是 我知道娘亲旧大 但是娘亲旧大 也不能生孩子起名 不听她爸呀 怎么这这这 巧了 也旧起的 你妈妈姓樊 叫萧樊 对对对 江一 阿姨姓一吗 没有没有没有 但这也是我旧旧起的 也是旧旧 真的假的 这也是旧旧 你们合起伙来蒙我 不可能 大老师 我觉得旧旧 是最有文化的一个长辈了 我问江一 你这真是旧旧起的 对 我因为我写字慢嘛 然后后来这个 一比较简单 而且我就会比较喜欢 那个我们一些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里当中 有很多都是那个 跟一相关的嘛 就特别多 所以起了江一这个名字 哦 你看 小小一个名字 能够体现出 所有的家长和亲人 都希望孩子因为这个名字 人生之路能够走得顺